我从事室内设计这个领域大概有20年 在台中我也做了非常多的豪宅 但这次的案件比较不一样 整个建筑外观是由意大利的设计师所设计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心里有非常多的想法 从空间的配置 灯光的设计 以及整个动线上 我觉得我们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来去做琢磨 所以这次的空间会跟以往我们所设计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 这个空间的格局的配置并不是那么的方正 所以我们所有设计的思考的方向跟思维 也跟其他的设计感是完全不同的 比方说玄关它不是正方向 客厅也不是摆在正的方向 它都稍微有点便宜 玄关的地方桥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 也是为了要引导整个视觉感 直接进入客厅这个空间 我们最一开始先用了盘多姆地板来当基底 可是在我们后来的聊天的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女主人其实挺喜欢简约 沉浸的涂料风格 也就是所谓的差极风 所以我们决定将特殊的涂料 来混搭进这整个空间来当基底 为了让整体不会太单调 我们又结合不同的材质 让整个空间看起来更有城市感 这次的电视讲的设计 我们想要跳脱以往制式的设计 所以我们选择的一个地方 就是跟书房的墙面结合在一起 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 把后面的柱子给遮起来 然后又可以把大面窗景给留下来 我们觉得非常的适合 其实书房是女巫主 比较私密的空间 但是她又想要具有通透性 以及隐秘性两种功能 所以我们就用了电浆玻璃 那她在里面使用的时候 无论是看书阅读 或是处理自己的一些 私人的事情的时候 她会觉得非常的自在 我们的软装团队 为这个家挑选了一系列 来自意大利的品牌的精品家具 像是客厅的沙发 以及经典造型的雪茄椅 圆弧形的旋转座椅 以及一些同质的茶几跟餐座椅 这些都是来自意大利品牌的工艺精品 营造出极具品味的居家质感 有了直线形跟圆弧形的元素 我们决定在吧台区的天花板上 点缀不同的花样 计划创造出一个 曝光巡邻的视觉感 这样子能够给空间 更丰富的层次感 但又不会过度的刺激 所以我们选用了不锈钢水波纹 来映称意大利进口的水晶灯 结果效果是初期的美 很有印象派的画面 我个人是蛮喜欢 待在吧台的那个空间 因为它可以看到窗外的景色 又可以跟客厅跟餐厅的家人有互动 甚至还可以跟书房的人有互动 而且在这个吧台的部分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 它可以做轻食 也可以泡咖啡 泡汽 泡水 甚至可以泡茶 跟家里的人聚在一起 非常轻松 惬意的氛围 所以我个人是非常喜欢在吧台这个地方 灯光的部分 我们这次有配合AI 清控 除了跟窗帘 冷气 电视之外 我们还跟灯光结合在一起 那这样做的话 使用这个空间的人会觉得更便利 其实用线灯来做AI 是我们有一个想法 未来我们会有一个感觉 是在阳台外面 如果外面的光线是40% 那里面的灯光就会达到60% 如果外面的光线达到90% 里面的光线就会变成10% 我觉得这样子既节能又环保 而且更符合人在使用上的一个便利性 屋主一开始就有跟我们说 他不喜欢制式的狭长型的走道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很巧妙的设计 我们把每一个房间的门 都做不同角度的组合 让它围成一个小小的空间 狭长的走道就变成多了一个小起居室 我觉得起居室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过渡空间 可是我又不希望它变成是一个非常无聊 然后非常没有公用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起居室的天花板 做了星空灯 然后在起居室安排了一个 非常轻松的单位 我觉得坐在这个空间的人 无论是他要看书 或是要想事情听音乐 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地方 我觉得主卧房 我蛮喜欢两个空间感 一个就是在更衣室角落 一个L型的窗户 另外一个就是主卧的床上 因为打开窗户 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个整个台中市的夜景 在更衣室的那个小角落 说真的放一个单椅 在那边也是非常的放松 更衣室的门片 其实是红片去制作的 那它的颜色是有点渐层 我喜欢那个铜片的原因是 它在做阳极处理的时候 它会有一种渐层的感觉 就像黄昏的时候 有渐层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那个铜片 安排设计在那个地方 是非常呼应 这个主卧房所要营造出的氛围 主卧位于比较不同的地方 是在于它的水龙头的设计 它除了是有冷水热水的功用之外 它还有收纳的功用 也可以放吸收乳以及肥皂 可是它特殊性是在于 它的龙头跟一般的龙头不一样 它是有两块铁板 左边的是热水 右边的是冷水 平常没有开的时候 龙头就会成为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摆饰品 自主卧因为窗面小 所以在设计上 特别注重采光的进光量 因此把房间跟浴室连结 并且在浴室采用弧形的玻璃隔间 以及整个都是电控玻璃 可以依使用需求调控 提高室内的采光和通透感 我觉得未来豪宅的趋势 一定会跟两个息息相关 一个就是AI 一个就是节能减碳 那AI不是单纯的 只是对一个机器 对一个感觉 去发出指令这么简单 会让人的生活 除了更便利之外 也更安全性 也会跟节能减碳 有非常大的关系 AI可能是未来空间设计的一个 非常大的趋势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这个是我们未来 要去做的一件事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